今天一位北京大爷一段吐槽德云社的视频在网上火了起来 自从德云社的饭圈化越来严重 网友对德云社的评价几乎都是粉丝的追捧 难得能真真切切的听到老百姓的吐槽 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批评不能自由 那么赞美将毫无意义 视频中老大爷讲述了自己进德云社剧场的一次经历 吐槽德云社剧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直言这次德云社小剧场之行让自己并不满意 老大爷说自己花了150亿张票进德云社看相声 自己带的石榴不让进门 不能带进零食去也不让带出来 而且剧场还强制要求消费 想要看德云社的相声 必须买剧场出售的瓜子 老大爷伸出三根手指说 三十块钱就一小盘平平的一小盘 除了这些以外 最让大爷不满意的就是 从头到尾也没看到一个角 大爷说自己不是对郭德纲有意见 也不是谁的托 自己就是老百姓 自己就是觉得不好 进去看了下 排上一群小毛孩子什么都没看见 哪个有名的都没看见 什么岳云鹏孙岳什么的都没看见 自己看了一会就睡着了 可睡醒就快结束了 大爷身旁的五伴感慨 这群人说的什么都不是 甚至还没大爷的相声说的好 整个视频看下来 能感受到老大爷对德云社的失望 有了这次不太愉快的经历 恐怕老大爷再也不会进德云社的剧场了 与其说是吐槽 不如说是德云社为了发展做出的改变 大爷吐槽的150块钱 什么有名的演员都看不到 这很正常 如果岳云鹏或者张云雷过来 别说是150块钱 就是1500块钱 大爷估计连票都抢不到 150块钱就只能看一群毛小子 大爷可能觉得不值 但大爷觉得不值不代表别人觉得不值 如今德云社很多年轻演员都有自己的女粉丝 这些粉丝接受花高价看偶像 不在乎相声说的好听不好听 也正是这些年轻女粉丝 撑起了如今德云社大部分市场 票价定成150元 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可能对于大爷来说 150元 岳云鹏孙岳这样的相声演员 才能达到自己价位 但不知如今的德云社 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德云社了 如果想听性价比高的相声 倒不如去一些便宜点的小园子里 里边规矩少 票价也是几十块 舒服还自在 大爷在自己角度吐槽 没什么问题 但德云社家大业大 也有自己的难处 郭德纲自己 不可能来小剧场说相声了 几个徒弟也都录节目去了 十几年前那种热热闹闹的相声 估计是再也听不到了